离铁事情危宜 六天前代理 得上新事情 懂路直言 这次要出事情 铁铁被当中代理 我默默计算日子 为啥要计算日子 公安纪委也有规定 一般了解情况何时问题 限制个人自由 不能超过24个小时 到今天为止 已经六天时间过去 铁头依然是无声无息 那么有一个情况就特别诡异 这么大的事情 国内的几家主流媒体 全体一致 假装没看到被带离的消息 集体沉默不渝 越是沉默不渝 越是表明 这个大萝卜 不但连着许多浊水污泥 浊水污泥里 还隐藏着好多条大黑鱼 好多个球迷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他们问我 铁铁有没有事情 事情大抵小抵 那个肯定有事情 他吹起来的每一根头发 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六天前带离沉默的媒体 这个事情是大抵小抵 各位球迷 细细一想 你的思路会清晰无比 铁潭周报的记者 让熊飞爆料告诉球迷 旧事情未聊 新事情又起 铁头胡家虎为谋去大量私利 谋去私利的事情好多好多呢 海生产品茶叶饮品 品牌运动衣 三千万年薪等等等等 这次挖出来的 是华夏幸福的中甲甲球幕后交易 2015年的中甲联赛赛季 河北华夏幸福的主教练 就是这个铁管理 打到最后面的十轮 对手的主力呀 外援呀 都会立刻受伤生病 于是河北队总是轻轻松松获得胜利 比赛结束并又没了三口神奇的钱 那个赛季 铁铁率领的河北华夏幸福 获得中甲联赛第二名 就达到了冲操的目的 而实力不熟的大连队 被挤到第三名 非常委屈呀 无法晋级 这些个球呀 假的可以呀 所有的人都心知不明 大连愤愤不平 一直举报送到竹鞋手里 当时河北队的工作人员 很多就是竹鞋来的 所以这个举报第一时间 快速和谐立刻摆拼 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语 把死拉在门角落里 天亮以后怎么处理 别总归要亮底 2017年的事情 这次也被挖出来了 合并处理 各位球迷请注意 好多事情都以铁板里脱不了干系 但是他只是一个兵 兵的后面躲藏着一条条大黑鱼 那是一个一个区域 一个一个帅躲在米字形的宫殿里 有这么一个诗句 春江水暖压先知 难怪董璐直接表示 这一次真的要出事情 体育总局高局长上任之际 打架少赌反腐 突然降临 这只是个开始 不是结局 小兵小猪先拿下来祭祈 结局不可能是铁板里 结局是色色发抖的那一批 帮助 自己贬网 立费